一个男人被活埋进了水泥地 附近施工的工人都浑然不知 这天两个工人正在打架 其中一个人拿起电钻就开始进行恐吓 结果钻进水泥地里 突然喷出了鲜红的血液 溅在了工人的脸上 看着地上涌出的一滩红色 他们确信下面肯定有个人 于是立马报了警 警察用超声波进行了扫描 下面果然有一具男尸 他们找来了切割机 为了保留完整的尸体 只好切出一个长方形 直接拔地儿起 然后带到尸检房 将水泥一点一点敲下来 很快就露出了男人的脸庞 他张着大嘴 脸上还有很多淤青 像是活着的时候 被人暴力殴打过一样 当法医刨出死者的手发现 指甲盖里嵌着一些绿色蔬菜 经过检验确认 这是熟维草与大麻的混合物 可以用来麻痹神经 警方调查了近期购买过 这两种物质的人 将目标锁定了一个 和死者相近的人 来到此人家中 房间里凌乱不堪 一个小火突然冒了出来 警察质问他 为什么要使用大麻 他说自己已是脑癌晚期 使用那种东西 只是为了缓解疼痛 当警察拿出死者的照片时 小火表示他并不认识 就在暗器陷入僵局的时候 法医已经将水泥中的男人 完整地刨了出来 这个被活埋进水泥地里的男人 居然还穿着一身盔甲 这让警方感到十分迷惑 法医经理了沾满全身的水泥后 发现死者的手上的关节处 还有一排瘀痕和老茧 他们认为死者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除此之外 还发现死者生前头部受到过重创 有脑出血的情况 于是警方对拳击馆进行了挨个调查 终于找到一家拳击馆的教练 认出了死者正是自己的学生 也是自己曾经最得意的学生 却不幸在一次比赛中 头部遭受意外 脑出血后留下了永远的病患 再也无法参与比赛 之后他就放弃了拳击 去了一家酒吧打工 警察找到了那家酒吧询问工作人员 据工作人员说 一天晚上死者和两个社会人发生了点口角 于是警方把社会人带到警局了解情况 他说那晚本想和死者干一下 结果看到他全身穿着盔甲 像这样去打什么比赛 所以就放弃了 警方有此推测 当天晚上 死者一定是去参加了什么特殊的拳击比赛 随后法医又从死者的盔甲上 发现了一种市面上很少见的变色玻璃 而用这种玻璃的地方少之又少 经过一一排查 他们发现了一间荒废了许久的运动场馆 里面的玻璃还有一处破碎 而掉落的碎片 刚好与死者身上那块相吻合 墙上还有很多散落的血迹 这间房子的玻璃会变色 将它调成黑色之后 里面发生的一切外面都看不见了 墙上到处遍布着血迹 房顶的各个角落都按着摄像头 再结合死者是拳击手的身份 所以警方认为 这里就是死者参加的 最后那场非法组织的拳击比赛的直播现场 于是警方立即在网上搜索了 最近比较夺人眼球的拳击直播 顺着这条线索 警方找到了这场比赛的举办方 这个男人很诚实地交代了自己 因为热爱拳击 所以找到本地最出名的拳王来参加 并且交出了比赛时完整的视频 画面中 死者经过一番搏斗后战胜了对手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 随后警方以非法举办地下比赛的罪名 逮捕了举办人 另一边 法医这里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在水泥中发现了一个徽章 据了解 这样的徽章一般都是发给运动员的教练 所以警方最终将死者的教练 所定为嫌疑人 警方拿出那个属于教练的徽章质问他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掩埋死者的水泥里 教练瞬间哑口无言 他被带回警局后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时拳机举办人非法组织地下比赛找到死者时 因为死者脑部受过重创 得过脑出血 所以拒绝了对方 可当时教练已经收了黑钱 于是强迫他去参加比赛 对于教练的命令 他不得不听 通过一场奋战 终于赢得了比赛 但事后还是导致脑出血复发了 坐在休息室里一动不动 当教练和举办人收拾现场的时候 推了男人一下 他直接躺倒在地 其实他只是因为脑出血而昏厥 两个人就以为他是原地去世了 为了逃避责任 他们把男人带去了工地 利用水泥和施工现场将他掩埋 然而没过多久 男人突然醒了 但是为时已晚 他已经被封闭在水泥中 将被活活憋死 可想而知当时的男人该有多绝望 那些利益熏心的恶人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最终他们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